大家好,我是蓝爷,欢迎收看蓝爷解说三国杀国战 我们还是来看视频 第一盘,第一盘四五圈 较多没用的,这位玩家提供的 如你们所见 不是我不努力 已经没什么录像可以录了 可能还有些是大嘴啊 卫国啊,卫国看多呢 反正到时候没有 有啥录像做啥录像 当然不要你们自己投稿的时候 还是需要征选项目 不要没亮点也拿起来了 而且四五十分钟 最后讲一句不太好的 可能就是只要赢来 说只要赢的,不敢过来 这个就没必要了 上来大嘴一顿,一顿射了 一顿射完之后 我们的话,抢蓝蛮 这个你抢蓝蛮了 桃圆结衣是啥 咱们面前,但是我们没红 人都不是属啊 孙权 就是咱们拿这个蓝蛮 这还有蓝蛮 这还有蓝蛮 那这个蓝蛮就没法了 也开蓝蛮吧 因为前面大嘴已经放过蓝蛮 该清闪的已经清闪了 然后剩下就是这么一个人的表演时间了 牌过多之后 什么桃子都不是色 分分钟了 就来了 无脑忘戏了 再放蓝蛮吧 不要上来就挂装备 挂装备这个习惯非常不好 等下拿个白银你还能回血 那不可能丢牌的 这怎么可能丢牌 这么多三血不卖的 要是我们丢 说我多不信 我忘信 我老忘信了 管你孙权是什么 一突呢 缓不过来呢 咱们很难再缓不来呢 打到最后没法呢 咱们先收大嘴的人头 看能不能收得了 如果有简易码就好了 铁锁 这个铁锁不太好 你已经没有太无限了 我现在肯定就不是为了 那我们就不动拍 你前面不无限 我们还不敢 你这敢无限 我都拍你 是没有是没有简易 那不行的 然后强行抢远角进攻 只希望多刷牌 这人家进攻 这肯定 我刚说 我们可能要被无限了 这无限 应该这么看的话 有 应该是掌握在三号位手上 所谓的掌握在三号位手上 就掌握三号位手上 三号位 要不然 以其他的 其他的 我们自己 自己有个无限 我忘记了 桃子 桃子多的用不完 那我们 我们就在干嘛 有点手残 手态也扛不住了 尸体也扛不住了 还三张三号 这一代拿好 一代拿好 多刷刷 怎么一个人玩了十几分钟 这么多 这么多套 然后 每次还能扛到十区 已经非常不得了了 我老忘信了 然后 又远家进攻又来了 这来了几道呢 咱们把一号位和孔荣捆起来 一定要把一号位和孔荣捆起来 你这是最后的杀了 最后一张杀了 咱们没杀 没杀就没杀 又是如何 什么分手牌 先先多了祖荣 先多祖荣再去多那个多张鸟 当然了 最后最后的情况就是 咱们不可能去多张鸟 张鸟是队友 每个人玩十分钟 玩起来 那叫一个爽 每个人都要应该要玩过香盖那种 香香和黄盖那种那种 大八个祖 这草皮和礼典 这种你 玩那么久 总得也耍那么几回啊 你不可能 打那么 玩了几百盘 上千盘 那种 那种强力的武将 你说没玩过 搁谁都不信 然后咱们这孤荣 为什么给别人孤回去 咱们没拿 好像好像有点 是不是啊 是不是我看华野呢 我记得当时他庆了火杀 然后我也获得火杀 但是咱们并没有 咱们要有红杀 这牌 是不是出bug了 啊 孙侧孙侧 一看咱们贝勒 过来出来开浪 这里为什么说孙侧 啊浪就浪吧 反正 总要 总要浪那么几回啊 少念那么几次 要不然多没意思啊 曾经曾经和夏侯渊 被打成杖无渣呢 真是被打成杖无渣呢 就一个乐贴着贴到二张脸上 把后面的事情 又被孙侧了 你一顿搞 孙权一顿搞 就小命没了 然后 现在都打着一样 其他人干量尽量了 抗五啊 这还有黄盖 想多了 抗五直接是大五啊 谁跟你抗五 还是得要有香香 你人无限 黄盖 你现在苦你多苦 两下苦到无限才说 啊 这牌人们直接情愫老成直言 嗯 该给香香就给香香 不是 该给孙侧 休息 让他们多去休息吧 再给啊 我还休息啊 这个瞬间 这五国这帮主人 立马立马 本来咒语没装备的 这个咒语立马贴满装备了 孙侧一大部装备 黄盖两个装备 这装备 本来一副牌 就是 就是二十张装备盘 在裹在里面 是啊 再加什么十一 十一张装备 基本上 他们也没什么装备可以用呢 这还大师啊 还大师 吵着肯定不敢不敢这巨手呢 没机会了 本来就没机会了 然后你觉得你还有机会 如果咱们有火杀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 给藤甲给巡运或者给夏甲 没有想象 没有想象 怎么有大师 从无国照样一次照样开团 随便掠 当然不叫随便掠 这里没潮批 要有潮批的话 还要增击 增击被先手压制呢 怎么反正是无脑故障回去呢 合适不合适 黄盖再苦两下吧 自己开个桃圆 不要给他们无限 他回地血就回地血了 没多大问题 怎么的话 看怎么弄 再指剑再移一弹了啊 忘记 忘记拿马怎么就不开了 该给装备就给装备 那样 藤甲 其实咱们不一定需要把藤甲给 你给藤甲 并不见得是好事 到时候不要被别人烧了 你很 有时候藤甲虽然说是 防御比较高的 但也是那种 也是那种 热乎上升的 草人你还去手 真不把大师当回事 你这去手呢 不是送大师牌 那是不如啊 大师还看不起那些牌 然后这个吴国一开始那 真是喜欢那瞎那 我上次自己玩陆迅和二章的时候 当时 那是没有啊 没有想想也没大师啊 那纯粹就是二章 和陆迅的成场面 我一上来 我多数把 两难一万件 全部多数扔掉 这还是 还是三位 四位 四位对四五啊 这 卫国上来 被吴国给连了 这被吴国连也不是 也不是什么 什么 都见不得人的事情 很正常 任何局面 任何任何排局 打出来的任何 结果 任何过程都是 都是可以 可以预见 可以接受的 毕竟 往这个游戏的 水平 层次不齐啊 还数次 讲多呢 这包括人的心理情绪 这些都是 如果你玩一千 你每一盘都在输啊 那你一打牌 肯定 失去理智啊 你就什么牌就乱打 然后 怎么这一盘四五圈 也比草安满 这位玩家提供的 我们选了一个 防御极低啊 嘲讽极高的武将 而且组合 你先想 先想到大师 哪个都 哪个不是搞嘲讽的武将 你要没有队友 到时候一旦打残局 所有的人都会盯着你打 啊 所以如果有队友的话 这个这个组合 其实非常好用 然后 在长达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大家都在打加油 终于有人开始 开始忙了 躲不动躲不动 反正 吓人 空喝酒 是不是法子啊 有人开那门 怎么 怎么没写 人家张八排出去 你为了不暴露身份 可以考虑 人家张八排出去 河北上将 这居然拿航兵剑 打掉河北上将的 装备和盘 两个人磕了 这下河盾 也是够红桃盾 红桃盾 我要熊玉盾了 熊玉失去理智了 可是我刚说的 这个心理状态 已经受到影响了 可能就 在那里下截命 他是不是队友已经疯了 顺去顺吧 你我们有他 但是我们有他 你也顺不到 你看你给别人截命 别人给你打无限 跳群了 觉得没必要 这 颜良和老板公司 已经开过了 他也没什么 这个时候 又有个人跳飞位呢 你看熊玉 你是不是瞎 有些时候 技能 或者牌 哪怕是烂在手里 你不要瞎给 终于 终于看了三位 然后捆了 他这么打的话 就证明 三群 现在是三群 我倒觉得怎么 给上蓝量了 开搞 等一下 你不搞的话 你有可能也打不赢了 怎么真的忍 怎么还在观望 还有另外两个按键 我说如果 如果再出一个群 市群的话 这个局面就不太好控了 另外因为 马老板已经发过工资了 怎么可能是觉得 已经发过工资了 怎么就不管了 也跟着麦吧 反正你点 现在也不至于回来 再控按键了 他肯定优先打群了 哦 你你点这里强行刷了一波牌 周渝和小小赶紧回血了 免得先挂刀这个坏毛病 你哦 反接出去 你别人一个头 等一下 这还有拖子 哪有拖子 等一下周渝死定了 人家肯定? 煮熟拍胶 这回合是不需要了 我果断要决于死战了 剩下的话 咱们 真得亮了 再不亮也打不过了 那還有拖子 要急 这个先在去 砍砍不死 那些隐约被杯割了 而且判贝哥如果判个黑桃的话 对咱们非常伤 结果咱们还趁机打死了拖子 那这回合不可以 我们有个乐不失所乐的 乐到贾许桃上去了 酒雷上 这个人要么是吴 要么是群 当然我觉得是吴的概率大一点 如果是群的话 上回合可以考虑量了 上回合量的话是四打三的局面 你看了吗 看了吗 看上去不太友好 咱们暂且把它标无吧 如果是无的话可以量的 咱和和理点 你想投就投 你不想投你就自己去看盘 如果投的话就投强强和一号问 你得抱怨 咱们 咱们也反正看你去了 独裁还被割 独裁是独裁是看不懂形式 赶紧被割 赶紧给你点被割 你不要 看现在你点牌比较多的 我感觉大事 他不知道怎么有大事 怎么 我都知道自己 是 我们刷牌 刷牌 神次了 给他挪吧 你得明得已经 能在明得 在明得无呢 赶紧 感觉他 费了 怎么把桃子给扔了 这个怪异 要把他愿意 他愿意 他顺着你 你就顺 你顺个毛 你这有什么好顺的 你又不是杀不到 你把我们刀顺了 干嘛 搞不懂 神次这身上了 五六 五六件 朋友 结果成本 这个人品 非常之好 你再猜 不要八卦了 这个人 好像并不好 还好独裁是胖了个草花 又是 神队也身上瘾了 这个叫毛病 你说 这不是毛病 有牌不用 不舒服 来吧 闪 怎么一个耗尸 卡个万剑 其实我倒觉得怎么前面 所以考虑 给那个 给 给 怎么 就是 孙侧 孙奸 给个藤甲 反正他一直不怎么招打 到时候咱们实在不行 可以用铁锁去捆孙侧和孙奸 让他放一放血 顺带还能帮咱们打 可能大后期 就没考虑那么多了 本来 本来大师和 主要是大师操作了 操作起来 有时候死不够 然后我们开始 这阴魂 他们对面两个人打不动 打不动 还空喝酒 空喝酒没用 大家我们实在不行 就远接进口给独篡 然后 然后 随便 随便 不过来 拿 装备去炉了 就装备 路比 比较亏 来吧 还得他手牌 神车 神车的话 想麻烦弄死 弄死二打一 随便练了 我估计 夺菜 出完这回合 还可以投降呢 好的乱舞爽一本爽一下没 投降 技能也有啊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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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自己有技能不用 打着打着投降了 技能都没用 就去直接投降 那个生活 有AOE 还有 还有那什么 还有乱舞 还有杀 不就 指不定 就把他们给打死了 当然我们闪过之后 基本上就已经打了他的信仰 然后我们这一盘是有 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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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话 怎么看要不要亮 你如果要亮的话可以亮 远 和 和 和司马 怎么可以配合一下 神策 神权 还神策 神策 这怎么心里已经流下了 相当深刻的印象 怎么放个南马 试一下 有国家 有国家就好 有国家怎么还这个组合是能够三把式的 看吧 咱们砍下架 优惑下架来砍咱们 等会咱们好发人 算 算了 远就进攻 这都卖 把二号五给翻了 再决斗 再决斗 咱们 把四号五给翻了 可惜咱们没有黑桃的 也黑桃就好 怎么可以 趁机回血 拖吧 然后 送了一张黄片给咱们 你送黄片 我们 果断 果断不客气的笑纳了 还该不要这裤子了 这裤子对不起 想想给你 好 这裤子 这把牌送茶匹了 不管这个牌有用 但是你不应该送茶匹 还是黄白银 这国家这个乐就乐得非常没水平了 你赶紧去乐那个 你赶紧去乐我后卫那个被翻的 要你乐什么 然后等会 国家不知道咱们有增机 如果知道咱们有增机的话 这台肯定 给那个了 肯定给司马了 想托我们 你真想托我 我们只不过没有增机要赢 你还真把我们不当回事 哎呦 还有南蛮 还有 还有尽刀杀人 铁锁 再铁锁 连同案件一起 然后挂上挂石斧 开始往白银了 这卫国 给这么多干嘛 这国家 给司马呗 我们用不了 九杀香香 一定九杀香香 九杀别的 别的人不好 所谓的不好 就是免得到着出什么 大桥 小桥 榴梨 雷击 你看 还真有 还真有雷击 可惜有 闪都没有 要你们全部给我醉 还大嘴 大嘴 把连路顺过来 怎么开始秃呢 不要妥 九杀一刀就没了 二十七张牌 草皮 草皮的画面 经常就是 就是那种高大上的 果然是魏武的 魏武的大皇帝 应该是魏武的第一代皇帝 草召是草皮给他封的 他魏文帝 魏武帝是草召 我们这一盘 三七八卷 梦里的江湖 我们选真机和理点 双锅牌 突然发现 这个好像魏国 魏国视频 占了半笔江山了 如果有些 确实时间太长了 为了时间太长 有人夺视 你看到陆迅在夺视其他人就脱寡 然后在脑袋里讲能不能快一点 经常有这种 当然如果 主要是说魏国 魏国 我还是那句话 魏国的技能简单 你听吴老爹确定 不像吴国 不像吴国 吴国 吴国的巢子就不如魏国 这么简单明了 孙下奖 就搞了张良 其实要我的话 我可能会去顺 所以顺上奖 是因为上奖 看了咱们 你顺一下 试一下他的身份 这回合他不动 咱们倒是可以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咱们完全可以顺一下上奖 你不顺的话 那你就砍一刀 小胖和流上 小胖和流上是什么鬼 小胖和江湾飞一样 关联路 你看 你马来顺着 很明显 就是跳了一个飞味 水波 还蛮难的 那也难门 把这个就好说了 怎么无脑无脑开 当然我们不应该 把那个旺西 把旺西当作锁定 我们 我们这个觉得 好心 并不那个 我不推荐 说无脑都别忘记了 哎 这时候 不要无脑无脑忘记了 怎么 你把 还好怎么这些牌 全部能够打出去 说用到 用到 在咱们 结果都赌裁判的好 判了一个黑桃 你真 让你们坚持一下 什么是 卫国大舅舅 潮人 这对这实践 遇上了对的人 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洪荒之灵 所以你独裁判卑哥送我 送上台给潮人 哦 放拳 给旗号位吧 这个时候 结果还有个群 那 这 这无脑无脑 这无脑在你穿心了 那潮人 潮人穿了就穿了吧 反正潮人也没什么用 你愿意 穿心穿了潮人 也没什么大事情 就过潮皮自己 被发面了 这菜文皮 果然不是吹的 这个牌比较难打 那个四 主要是四个群 还有那个 还有招人 潮皮 别人肯定 你愿意穿就穿吧 当然他一啥啥啥也只穿心 又杀不动 等一下我们又被 被翻面了 菜文皮 真是 真是 还多 你还真敢毒 你也不怕捉死 这河塌后毒人有点有点狠了 你这么毒的话 你不怕 也不怕说 你把群雄都给毒死了 开始卖 火烧藤甲兵 你居然要火烧藤甲兵 为什么不去烧 你烧小胖子干嘛 果然烧张甲啊 跟小胖子客气什么 这个叫赌人品啊 这个叫赌人品啊 坨子已经挂了个假八卦 在桃园一开 这个就比较稳了 所谓的比较稳 怎么这么说吧 用卫国这些人卖血 卖完之后 卖出牌之后 是有 是能把这个牌 转化成 输出的 小胖子这个 这些纯粹下榜 你有必要把整机翻回来没有 不要以为 把脚在干嘛 赶紧给他改了 你腾脚还留着干嘛 真是做事 被打懵逼了 真是被打懵逼了 怎么就不要忘心了 怎么办用寻寻就可以了 没必要忘心了 小胖子 等一下 小胖子就是枪头长 搞谁都搞不实际下方权 杀国家 你下多了 我们手上三个桃子 不是跟你说的好玩的 九三 能杀死吗 这个牌卖的简直太荒了 就是太爽了 但是太爽了 怎么卖 反正桃子多又不玩 当然的话 我们不卖也可以 你说我卖也可以 因为到时候怎么自己放蓝蛮 可以自己放蓝蛮 可以给国家回血呢 然后 我怎么卖国家回血 蓝蛮的话 可以考虑给张也打一个无限 你不给国家打无限 那时候可以给张料打无限 咋就不是蒙麦醒了 我忘了在一个决斗直接拍死前方 两个决斗还不是一个决斗 最后 最后的话 只能说只能输出到位 或者说驼子那八卦太水 被张疗三刀三刀还是四刀就给剁了 我们一回合打出三四点输出 但是全场最佳平衡的沙厄 也就是国家 克罗克戴尔 海贼王看多呢 然后我们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